马来西亚沙灯岭华小举办嘉年华 慈祭雪龙分会受邀参与 环保宣导志工邀约民众自己分类垃圾 而蔬食区的简单料理示范 鼓励民众透过蔬食爱地球 响应一一世界书醒日的 除了教育部副部长张盛文 还有许多环保兼兵 刺激志工在社区不断推广书时 一个月时间在沙登各校园 成功募集超过一万六百人 响应一一世界书醒日联署 沙登本身其实是一个小社区 然后是要在社区的校园里面 推动这个书醒 然后招募的目标一万人来联署 其实它是社区志工本身 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其实就是非常感恩 整个雪龙分会 所有社区的志工都跨去过来资源 守护地球从生活中做起 人人都能够贡献一己之力 大约新闻真上美志工 许国进 灵星来 李子轩 马来下报道